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59万5000美金的二手房 这个房子位于休斯顿的Kitty学区 没得说是公立学校当中最好的学区 然后它有4000多尺的居住面积 后院也很规整 然后位置又是Kitty中心的位置 然后这个报价就属于一个非常性价比高的大房子 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就请看下去吧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Kitty的 59万多不到60万的房子 但是它是一个70尺宽的房子 也就是很宽很豪的感觉 这个房子也是让我觉得性价比很高的 我们打开门就看到我想说的 它一打开门就是这样子 很宽敞 蛮亮的 就是窗户那边 然后呢它右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咦这个水晶灯打不开 像这样子的 它整体是一个古色古香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 然后这边是一个书房 主人已经在打包箱子准备搬家了 这样的 然后呢再往前走 它的楼梯是在旁边 所以在这边是看到的一个大的客厅 这种感觉 然后它有一个超级大的厨房 在这边 有钟导台 然后一直走过来 就是蛮大的一个厨房 并且它这个配色呢 是主人精心挑选过的一个配色 是蓝的 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大客厅 然后这边是主卧 我们先不走主卧 看一下客人用的卧室 然后这边是客卧 这边是一个早餐厅 我们现在就去客卧看一下 这是一个套间 一进来先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客人用的一个卧室 你看它整体的风格都是很美式 很传统的那种美式 其实呢 风格这个东西啊 只要你做的漂亮了 什么风格真的都有很好看的感觉 比如说传统的美式风格 再比如说 这个现在非常流行的现代风 主要还是要做的漂亮 什么风格都有好房子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主卧 它有一个大的弧形的飘窗 一个大主卧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它的洗手间 因为房子是一个比较大尺寸的 是4000多尺的房子 作为主卧的洗手间也很大 包括它现在的 大理石台面什么的 也全部都是升级的 浴缸也是按摩浴缸 房龄是2012年 所以本身也是蛮新的 然后一打开门 有一个很深的一毛巾 走过来 全部做了柜子 很讲究的一个卖家 就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 一个储藏室 然后这边是 马腿间 这样的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现在我们上二楼 上二楼之前 在厕所的旁边 本在楼梯的旁边 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样子 指纹心好细 做着片子的小球球 这样 这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地毯全都是升级地毯 加厚打 上来之后 上来之后呢 这是一个卧室 这是卧室 然后这是活动室 先看一下这边 卧室的面积 还是很大的 好像这边 还有一块的空间 这个卧室 是带着洗手间的 一个套间 然后这边是 他的衣帽间 像这种套间类的卧室 就比较好用 面积是够大 4400尺的房子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 这是第二个卧室 但是他把它 就是做的有点像 office一样 这是这个卧室的洗手间 洗手间是通出去的 通到game room 这边 看冲出来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活动室 刚才 我们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那活动室的旁边呢 就是一个放映厅 看电影的地方 就是整体二楼的构造 其实每一个房子 一楼的构造 和二楼的构造 相比的话 二楼的构造 都相对简单一些 这样看 现在我就去院子看看 出来 就是一个taddy 一个室外厨房 在这儿可以烧烤 这个院子也是 很有主人的气质 就是干净整洁的 不急不躁的 安安静静的 这样一个院子 他把 哇 这还做了一个 这样的小花坛 干什么 你明白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这套房子啦 是一套 不太到六数了 也是九万多刀的 一套四千多尺的房子 我觉得性价比很好 学区也特别好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位置在哪里 于这样一个位置 这是南kitty 非常中心的位置 我们有讲过很多次 南kitty是哪里 就是是这样一个框框 然后我们平常看的 这是99高速公路 然后这边是10号高速 所以就是在10号和99交叉口的 这个部分就是南kitty 我们在大地图上 可以看一下这些地方的 位置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一个位置 在这里 那么大的区域方向来看 这边是南kitty 上边都是北kitty 再往上走是Cypress 这一带 这边是Spring 还有是Tumbo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是中国城 往下面走的 这一大部分 是唐城 唐城仅挨着Rosenberg 然后旁边是Missouri City 然后整个下面 这一大部分是Richmond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区域 就是在南kitty的位置 当然了 除了这些区当中之外呢 还有像这些地方 是医学中心 然后上面是Memorial的 一个富人区 就这样的一些位置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 到中国城23分钟 到亚洲城 到亚洲城19分钟 到休斯顿的uptown 也是30分钟左右 所以它的位置 还是很方便的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 感兴趣 欢迎联系Gigi 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igi 下期再见了 拜拜